据四川武警消息人士日前,向海外博文社透露,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,24日在四川考察时,险运车祸,肇事车辆随即全速逃逸,当局正全力追查中。 消息称,事发于李克强离开,雅安回成都的路上,当时两辆越野车突然从李克强车队后飞速前超,静止冲向车队中部,李克强所乘坐的中巴,索性中巴司机非常机敏,及时躲闪而未被撞击。 两辆肇事车辆未能得场后,迅疾加速逃离现场,未能被追上。 消息人士指出,从肇事车辆的动作方式判断,肇事者似针对李克强,又暗杀嫌疑。 消息并指,四川省公安厅目前正在全力追查,事件已惊动高层,目前尚未有进一步消息。 据陆媒报道,李克强24日前往四川雅安,目的是考察2013年4.20卢山强烈地震,灾后基础设施恢复重建情况。 实际四川雅珠地震三周年之际,李克强先是专程赴地震遗址悼念,对地震遇难者表示哀悼,之后李克强顺要考察了雅珠经济,以及成都科学城。 24日下午,李克强乘专机飞回北京。 据香港争鸣2016年3月号披露,今年1月初,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一个有关发生特大政治事件,或突发震撼性事件,非常时期中共领导班自成员, 组成的特别动议案。 报道表示,该议案的出台,是因为中共十八大以来,由于绝密情报来泄,习近平、王岐山、李克强曾多次遭到有部署,有针对性的暴力谋害。 这类攻击都发生在他们外出视察,巡视时,大多数案件被列为悬案,正在侦查中。 据称,由于习近平、王岐山、刘远等人多次遭遇,突发性武器暗杀未遂,当局生产制造了一批高质量、精巧的臂弹、逼人衣、鞋等。 2014年秋四中全会后,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还曾经提议,为了习女王等人的安全,可以安排替身做预防,但此提议被习女王挽拒。 动向杂志也曾报道说,习近平为防不测,于2014年中共八一前夕,曾亲自提出的关于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在任期中如发生,或遇到意外突发等事件,成立领导小组,暂代行中共中央总书记、中央军委主席职权的提案。 这个作为备份的领导小组的组长正是李克强。